第1篇 第1篇御迪及福音 都是講關於耶穌聖體 在第1篇徵第4篇 俗講是耶穌聖體顯著四生日之生 但是在福音這邊感受耶穌聖體 是在耶穌聖體顯著那天 而2篇御迪及同樣是儒家寫的 其實就連是想說出耶穌聖體 就是耶穌聖體擁有另一個新的生命 而耶穌聖體就是負責的生命 就連同天父一起在江湖聖體上 在這幾年中可以看到經歷以耶穌和第4篇御迪的不予照 在第4篇御迪及我們祖獸聖體 耶穌聖體震寞 而這第一次祭 又當我們驚訝 祭人天主 最後耶穌每第一次 將來為那些期待祂的人 帶領教授 到幾年 將能夠 我們見效耶穌的寶寓 得以懷著 坦然無懼的信心 進入聖經 因為這幾年就是祈祭 祂為我們開創一條 由身由活 祂過 通過 祭人話 即是耶穌祂身在地下 耶稣本身就是所谓的祝福 和祂,我们可以回向耶稣的施责迹 能够召唤天主的牌词 这就是当日我们庆祝的耶稣诗典记 就是当日耶稣的死亡、复活的同位聖天 我们可以去到自成的平方 借助我们的世界争与聖家 基督徒团体的生活 而通过天主的这天道路 是正为我们散开 我们那天都有最小的本物要完成 是耶稣的圣天前 我们一着重新 祝我们继续牌词做的工作 我们导致耶稣的工作 也有所谓的工作 或者更为大 因为我们不会在文章 赴祝里所 在文章中也有所谓的文章 趴回来的论沙拉 和在那里 远達圣神的内容 只有這個時間 天文堂還會全面解耶穌的生活 和耶穌所謂的工作體驗 指他們要學習耶穌所謂的幕後 是包括世人所有的人 世上所有的人 不止以色的地方 接著 他們接手作成神科 他們會向全世界復仰 這就是他們的使命 和都是我們每個人的使命 將耶穌的奉仰式 帶給全世界各地 排六點一 還要寫的大耶穌點一整天 例如被魂彩遮光 人是天上星 我們不應該因此 根本自在想像 但以可以解釋 是耶穌被魂彩遮光 在正正正著被天賦的林宅所混淆著 耶穌和彼佛的眼前自身之后 他们就有新的教育变化 就是他们会在天空找到耶稣 耶稣会再有一次自然地和他们一起生活 他们分开耶稣 在那里透过圣神器指导下 他们会开始挣扎对他们受所有想要以下的理解能力 他们会在基督律的团体中活动下 每次他们接受到兄弟之后的关系 或者对兄弟姊妹表达爱心 耶稣是在他们中间 当然我们都要证明耶稣是世界上的代表 即是说其他人可以直接接触我们的表述表远 见到他严肃 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证明 就是耶稣的现象应该可以在每个基督徒身上 因我们继续耶稣的正义 我们继续耶稣是基督徒身上做的事 也不是提醒我们 从耶稣连开那时候 他留意着我们很喜欢的事 就是以我们继续 最继续耶稣是最继续的情话和感受 我们继续耶稣帮助我们 大家欣赏他的旨意 承担耶稣教堂我们 托臣天堂的族友 我们下期再见